六年前 那个时候其实我并没有非常想成为 法国高定工会的一份子 因为我觉得我作为一名设计师 市场对我很重要 也就是说认同你的人群很重要 我觉得在法国呢 它其实跟我的文化背景不同 然后我也不认为那里会有更多更多的 我的这个设计的认同者 其实在那之前我并没有 这样的一个很强烈的想法 那一个偶然的机会呢 也是我先生 他当时他也跟我讲 他说你不加入工会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可以不了解 在这之前其实我有一点拒绝 然后我当时也觉得对 其实我对一个工会不了解 我不能上来就拒绝 那我们就到了巴黎 其实见了很多的人 其中包括有很多前辈 就是高定工会的前辈 最触动我的是一次我们的一个下午茶 那在那次谈话中呢 他跟我讲了很多关于工会的发展呀 关于这个法国高定时尚啊 当然我们我也懂了一些 然后在我们的一个会面即将结束的时候 他反问我 他说你有没有什么想知道的 我真的提不出问题 但是他说那我跟你说吧 就是对于我们工会选择设计师 你想知道我们的重要标准是什么吗 然后我说哎不就是那些 呃要有工作时啊 要一一年做几场秀 每场秀多少件衣服啊等等等等等等 我们大家可能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的 他说不 这一切都是可以改变 因为随着时代嘛 他是可以不断的调整的 但是永远不变的有三点 永远不变的有三点 第一点 我们要看一个人的目的 就是作为一个设计师 你要成为这个工会的一份子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要出名吗 你是要赚钱吗 你还是要做什么 所以看一个人的目的是我们首要的 我觉得特别重要 因为在我们平常做事做人中 哪怕交往朋友中 我们也往往要知道对方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第二点 就是我们要看你的贡献 当他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心里呢就在盘算 我在想 我已经做了二十多年设计师 我算不算有贡献的呀 我就也为我的国家 为我的民族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他就摇头的说 不不不 我们并不看你以前的 你以前做的什么事情 贡献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在想那是什么呢 他说我们要看你今后的 也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接收你 你为我们能贡献什么 所以其实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成为一个团队的一份子的时候 不是我们要得到什么 而是我们要给予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特别打动我 那么他有第三点 他说还有第三点 那么这一点呢 也恰恰是最关键的一点 没有这一点 前面两点都没有用 我心里特别的好奇 我说是什么呢 他就笑了笑 他说是你的公益 公益 也就是说服装设计 我们固然知道创意很重要 但是那只是想法 实现更重要 你是否能够把你的想法完美地做出来 完美地能够让很多人了解 看到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